今天来到Crisbury的基金会 其实也是我受伤之后在国内一直想过来的 因为当得知他去世之后的消息之后 我心里很难受 因为跟他也算是很好的老朋友了 当时在美国受伤的时候 我跟他见过很多字面 他也专门来到这个医院来看我 我们在一起参加过很多的活动 我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特别是在他受伤之后 还继续着关于全世界级随随伤患者 为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位很好的榜样 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 他那种积极向上这种乐观 勇敢坚强的面对人生 也是我所追随的 我也是 他也是我很好的榜样 我也在拿他的这样的事迹 鼓励着我 在这里我也是 有一个很好祝愿 希望他和太太 在天堂的生活 能够幸福快乐 感谢观看 我